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就要接着以上两个胡扯前提来进一步胡扯讨论一番 在即将来到回这岛的大妈女儿中 谁会可能在这场四皇联姻中被选为凯多儿媳的这个问题 我们就从147海东专题所罗列的大妈的39个女儿名单来拍出说起 第一女是49岁的水果大臣夏洛特·康波特 她算已经确认来到何祖国 但与她的年长来说自然还是被拍出 接下来是47岁的蒙德阿曼德·亚修·艾菲雷 正式胞胎姐妹阿曼德·艾菲雷等 目前均被确认来到何祖国 回份阿曼德也很正 但还是基本可以被排除 同时是因为年长的相似情况 第六女44岁的夏洛特·卡斯塔德 43岁的第七女夏洛特·安吉路 第八女夏洛特·布雷 第九女夏洛特·布怀耶等等 其实就都可以对我们非常顺利地排除 而和年长的情况相似 完全只是儿童的第37女夏洛特·维哈斯 第38女夏洛特·诺尔曼德 只有8岁的第39女夏洛特·阿娜娜 我们就也可以直接排除 而接下来我们就来到 入圈可能会很高的 这些大妈的女儿们 首先就是第14、15和16女 斯木吉·斯特·龙·斯奈曼 这一对三猫的姐妹 而其中的大妈作强之女斯木吉 就是目前呼声可谓最高的候选人 斯木吉的强度 恐怕也完全足以匹配凯杜之子 但值得强烈的是 三猫台中最小的一个 16女斯奈曼 可是在140间海洛特·专题 并由我们力见为是 大妈海贼堂的最美女海贼 而除了斯奈曼之外 大妈十八女 30岁的夏洛特·加利特 也是最美大方女儿的游离竞争者 因此如果颜值是战利 那善于利用男人的斯奈曼 和玉姐·加利特 也都是很可能会被选中的人 然而从颜值来说 三人舞女布林 自然也完全可以入选 然而从布林已经和山智 结果混在剧情来说 为了避免剧情上的重复 虽然伟天也可能会让布林来到合制国 让她和山智再发生一些 再去情缘的剧情 但再让布林成为新疆的戏码 根本也就很难再会发生 接下来是目前入选人妻 可以说是媲美四母级的 36女弗兰佩 其实从蛋糕倒片 和卡塔普里一记录菲的剧情 我们已经多少可以看出 这个成长人非常讨厌 但长相很可爱的罗林 其实就在出场极少的篇幅中 拥有着非常大的存在感 而如果伟天想在 蛋糕倒片之后为弗兰佩洗白 那这一次可能发生的死亡联姻 根本也就会是很好的机会 而且一35女 16岁的布林 就是上一个被大妈选为 联姻工具女儿的情况来说 36女弗兰佩 只有15岁的年龄 似乎就不会成为 除了她成为 联姻女主角的障碍 因此综合获得来说 在大妈的39个女儿中 我母前所获得选出的 可能会成为 凯多儿媳的候选人 也就是 14女四母级 16女四泰萌 18女加利特 和36女弗兰佩 好了 本期牛肉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浩元 海东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